我們《啤梨晚報》其實在Facebook我們是有一個專業 有一個群組 而我發覺我昨天很久沒上群組 我發覺那個Drama 可能很得席 Drama Cantonese仍然是將我22、23日或20日的節目 是六節鋪上《啤梨晚報》 我不明白為何可以侵權成節成節這樣抄 而是沒有任何後果 這真是很奇怪 我當過3月4日之後 Drama Cantonese我不知道是誰 我不知道是何志光還是潘斯朱克 我很抱歉跟你說 你再不能抄我的東西 因為我一定禁止你的 當然對我們的收聽率和收看率是很大影響 好嗎 我不會知道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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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還不知恥 我會知道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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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還不知恥 你的收聽率是很接近 感谢观看